我叫專制地主國 地主隊 你這樣講乖乖 最近太流行世大運 我是張商的實習處主任 姓李 今天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的透過激風資訊 然後邀請到我們領工科大的廖素雯廖教授 來幫我們講今天的主席 WebUnion 欸 沒了欸 我就知道 那他基本上可以讓各位老師帶到之後的課堂上 然後讓學生更多體驗現在的趨勢 就是所謂的 WebUnion 那他整個運作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但是我不會 所以我只知道很簡單而已 那這個我就不用贅述 因為等一下我們領調教授就會給各位 他們一點很清楚的說明 那就不要耽誤各位的時間 然後我們掌聲歡迎邀教授 好 好 晚安 那這個 我們上課都會錄影啦 所以如果說 欸 您在時間的過程裡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直接履歸一下 那我們今天剛剛有請 就是等一下呢 我們會有發那個Smart的設備下去 那你就可以實際體驗一下 那在還沒有發設備下列之前 WebDuno呢還有輪的模擬器 模擬器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先上那一塊的部分 那您往下面這邊看一下呢 在這裡 我們今天的講義在這邊 您就直接打這個網址 GGG.GG 那後面加上今天的日期就可以 那麼我們上課錄影片 我會同步上傳到這個雲端密別上 就下面這個網址 好 下面這個網址 所以呢您待會呢也可以進到這邊來看 這樣 OK 好 所以麻煩老師呢您先進去 這個我們簡報檔案裡面 您進來之後呢 應該會像這樣看到這邊 進來之後應該就會看到了 這個 這個部分 總共簡報有點多喔 到一百多頁 但是我們看今天的進度 有可能沒有辦法上那麼多 但是會盡量讓老師稍微知道 這個 WebDuno Smart套件裡面 盡可能的 它所有的原件 我們會盡量讓老師稍微體驗一下 其實呢像我在學校 我們 在學校主要是那個什麼 是 試傳的科系 所以也不是這種 就是您所看到好像 一定要機械系 電機系 那種很複雜的喔 WebDuno Smart套件 就是它都是 積木式的 我們現在寫的字從國小 國中高中到大學 其實大家都還蠻能夠接受 這種積木式的這種 寫成字的方法 所以您大家可以體驗看看 搞不好 你家裡面有小朋友 他說 欸這個我會 三歲離腳位嗎 蛤 三歲離腳位嗎 欸 有有有 小朋友也很厲害喔 真的真的 事實上我們有 脖子掉了他也不懂 小朋友真的比我厲害 那不管是 或者像這種 像WebDuno 他是用這個 Block Block的積木 其實兩個都很接近 兩個都很接近 而且都是開放的 Opensource的方法 一個是MIT的 也是Google開發的 所以 目前來講 只要是積木式的 都是以這兩個為主 都是這兩個為主 那 WebDuno 它比較特別就是 它本身其實 寫出來的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 比如說您看 我們現在在這邊 老師您的畫面 我稍微廣播一下 我用視窗廣播 所以老師 我廣播的時候呢 您 那個畫面可以移動 您可以移動 那您看一下 我在這邊 這裡 我如果 按下去 這裡有燈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這邊也在亮燈 轉過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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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 這裡 哇 沒有 有 有沒有 沒有廣播到畫面嗎 黑黑的而已喔 好 那您現在這樣看到的話 就是 我這邊亮 其實這邊也會跟著亮 有沒有 這個 欸對啊 你現在是模擬還是那邊 模完真的啊 模擬的也可以亮 這裡也可以亮啊 對不對 那 這個程式嘛 就只有像這樣 有沒有 就只有這幾行而已 就解決了 那這個 WebDuno好處就是說 它基本上 它寫出來 其實就是網頁 就是JavaSquiver 所以其實 您也可以把這些程式內容 比如說 您會自己設計網頁 就把這些程式內容 拿過去 那 你的這些 互動的方式啦 就是我們表單 好 在我們網頁上的表單 你就可以自己改成自己的 所以 這是它的優點 這是它的優點 那所以 就是 現在呢 因為物聯網的這些 裝置其實蠻多的 好 您有聽到了 Arduino啦 WFDuno啦 WebDuno啦 那這些都是選擇之一 那所以老師 我是蠻建議老師 多接觸看看 了解每個 各個系統 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您再決定說 唉 您想要 如果您想要導入到您的 教學裡面的時候 您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 會是比較方便 好 那我就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麼 然後 關於我的這個部分 您可以 搜尋一下 Google一下 這裡 素文老師 唉 我被關鍵字 哈哈 哈哈 所以今天有公格 好 那點進去呢 那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那 在我的部落格裡面呢 我會寫比較多 像最近我寫比較多 有關於就是這個 OBS 好 這個虛擬攝影盆 這個其實 現在這個還蠻方便的 軟體就可以解決 這個 很多原本要在真實的 攝影盆裡面要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 最近寫得比較多 是有關 因為它有模擬器 所以我寫了 大概 現在已經應該九篇 我預計大概寫十到十幾篇 好 那這樣的話其實 即使老師像我們現在 因為可能手上 如果還沒有拿到設備 也沒有關係 或是在教學的時候 我可以讓同學先用 像我們剛剛這樣 先用模擬的 先模擬的 讓它有了一些經驗之後 它就不怕真的接 接了之後 會怎麼樣 比較容易出錯 好 可以先在這邊先玩部分 那 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像我們寶到正式的裡面來用 正式裡面來用 所以這個是 我目前在這方面 著夢比較多 那另外一個著夢比較多的 就是有關於翻轉學習的部分 所以我會 你會看到有關於這些 一些OneNote的端折學習平台 大概是我主要會關注在這些 那當然還有很多這些免費的軟體 好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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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